你们嘉义有一个人战死亡的 你知不知道 你们都不知道 你们嘉义有这么厉害的人 真的 超厉害 他就是靠着自己的福报 跟修行 在家人而已哦 他的女儿出家 你们猜得出来是谁吗 惠蒋经 主公的徒弟 猜出来吧 惠琛斯 惠琛呢 惠琛是他妈妈 你知道惠琛斯他妈妈多厉害 他都不说的 这个人是他徒弟告诉我 就在你们嘉义 那个那个那个什么 那个什么路上面而已 他当时 是不是租了一个小 他刚从那个能能近视下来嘛 没地方住嘛 是不是去租一个小公寓 在小巷子里租一个公寓 小巷子啊 他这个人哦 老派的人 惠琛斯这个人是老派的人 他说他师父往生纪念 他也还非得要在那个小公寓 要办一个法会 那小公寓 还要拜梁皇 你想想看 哇塞 又七天 然后他妈妈呢 有一天就说 去外面看个医生回来 他妈妈就跟人家讲说 啊不好意思 那个这几天要跟你们借一下 那个走 那个路 要封路啦 要封路这样 我们可能就这样 他女儿就是会生事在里头说 啊 阿布啊 你也帮帮忙 你帮个忙好不好 还没到啦 还在筹备 你不要跟人家讲这么早 这样 他就这样跟人家讲 他就心里这样想 他就这样跟人家聊天 他妈在跟人家聊天 你懂吗 聊完了 聊完了嘛 就隔壁邻居啊 就聊聊 就有得聊聊 聊完了 就看他妈妈叫 合掌 阿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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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了 对方说要借他哦 啊 对方说好 啊他就说 感谢 原来是他自己要用 他先借了 借完了 当场就站在门口 阿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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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了 就这样走了 就在你们家一 就是那边而已 外面那条路上而已 你们家一出这种人 你们家出了好多厉害的人 是这样 诸位 他的福报跟他的信息 自然支撑他这样 没多久的事而已 他也不就盖十年以内的事而已 对不对 他现在又盖了那个什么叫做什么 叫做极光寺 他叫极光寺 他娘没住进去哦 他娘就在那个小巷子里 就这样 我给人家救 对方说好 他就安心了 阿密度阿密度 知道 你们完全没预计 连这个卫生师自己的自己娘要走人也不知道 就叫说走就走 完全连say goodbye都不用 你看看 自不自在 自在不远啊 十年内就在你们家门口的事而已啊 所以说 我哪怕 我们是要以解脱为根本的养老概念 不是以等死为根本的养老概念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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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